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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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他在经过某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 他会会想 或是有什么事没有做到 还没有就完成 像我本身就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挑选一样最容易做到 而且没有压力的 没有时间压力的事情去做 就是会很把他说 我这个年龄才可以学习 所以我想 你们要知道说 学习是对你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字 不断地学习 其实我以前程度很好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可以跟外国开会 因为我们公司有助长的一个意大利人 可以跟老外用电话中 根本不会怕 可能是个年轻吧 可是当我没有工作之后 其实我的程度就 其实都没有了 去挥零 其实我去年七月份蛮特车的 那一到九月份 为什么会不敢上原因是 因为我面的勇气 在去面对一个 一个老师 就像老师他 他看不到我 可是我还是会 会紧张 他觉得说 老师要跟我讲 我听力这么差 我是不是可以去反应去回答他 鼓起非常大的勇气去上第一堂课 然后上完之后就不太简单 我算不太想这么的不难 我喜欢Sharon 那是一段 参长快乐的学习 那是一段 参长快乐的学习 不仅25分钟的上课时间 还有课前可以15分钟取消 其实 那个就是工工 我现在需要的 因为你去世就算快乐 你不需要给自己 去增加压力 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我依然是非常快乐在上课 那依然非常快乐 期待说这堂课 是教什么内容 那也期待是哪个老师在上课 我觉得这很重要 谢谢大家